饭中之外 路易貌似不在意地打量 这渡口来来往往的人 随数渡口来往传之不少 在货卸货却是有条不紊 各色人等彼此间 似乎还甚是熟悉 大人 此地是乌安邦的地盘 扬州城的民间草院 有一大半都在乌安邦的控制下 周思玉行到近旁 也望着往来帮货的人 他们人多 势力也大 不过倒还算守规矩 无安邦 路易虽久居京城 却也曾听收过这个帮派 听说帮主姓谢 使得一手好担刀 对 帮主谢白笔 江湖人称谢担刀 从江宁到苏州的草原 他都插了一脚 浙江两省的大邦小债 也都卖他面子 近年来 他年岁渐大 不怎么渐出来 此地帮中事务 都是两位堂主在打理 两位堂主 青龙堂主和朱雀堂主 还有白虎堂主在江宁 玄武堂主在苏州 路易点头 淡淡地问 乌安邦 与光府可有牵扯 这个 周思玉似乎颇有些为难 为之可不敢乱说 不过这次周贤 以的十万两修盒款 就是请乌安邦 押送至扬州的 路易一争 迅速转头望向周思玉 修盒款 由乌安邦押送 这不合规矩吧 是不合规矩啊 不过 银子一两不少的入了库 也就没有人追究此事了 正说着 泥泞的道路那头 又来了几匹马 为首一人水墨披风 月白灵裙 竟是伟女子 为帽长沙及腰 看不清面貌 仅能看见他腰间 悬着一名 朴实无华的刀 这女子锁过之处 周遭人 纷纷放下手中事宜 向他拱手行礼 甚是恭敬 此人便是乌安邦的 朱雀堂主 尚关心 听说是从武当 一手双刀使得出神入化 周思宇靠过来 压低声一道 莫看她是个女子 可是个硬茬 三年前独自一人 便挑了江宁董家水寨 将水寨并入吴安邦 与此同时 尚关心也看见了陆毅 在一片鸭青 佛头青 浅云惊暗然的色彩中 他那些大红飞鱼服 打眼之急 实在很难令人不注意到 他的眸光裂裂一尘 转头问旁侧的人 怎么后锦衣卫到此地 谁惹了世毛 后半截话 仪器已有些重了 应该没有 手下马上去问问 随从飞跃下马 询问过后回禀道 他们过来饭庄吃饭 并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殊此 尚关心的眸子 隔着帽帽的青纱 打量着陆毅 同时也留意到 饭庄内金夏等人 他翻身下马 静止朝着这方向行来 陶 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出去看看 金夏敏锐地察觉到 外头比之前静了许多 吊着包子窜出去 正看见上官熙走过来 周遭范夫走足 无不摒弃近身 上官陶主 好久不见啊 近来可好 周思雨丝毫不敢怠慢 赶忙迈不上前拱手相迎 笑得是一团和气 上官熙拱手还笑着说 我们跑江湖的 城官爷大量肯赏口饭吃 有片碗遮顶便是好日子了 老帮主身子无可还好 我原甘去府上问安才对 这是公务繁忙 实在脱不得身 城思雨大人惦记着 我一定转告帮主 上官熙的目光投向陆毅 轻柔道 这位官爷眼生得很 周思雨忙道 我来迎接 这位是从京城来的 仅一位经理大人 陆毅 陆经理 大人 上官熙 我安邦中雪堂堂主 陆毅目光锐利地 打量着青沙下的面容 片刻之后方才拱手道 九友 詹锦一位最高指挥 是陆毅的光 陆毅关折虽不高 名头倒是很大 上官熙自然也听他说过 当下微笑着说 久问陆经理 文武双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知此番到江南 有何功干 陆经理此番是为周贤 引缘而来 那十万两修何款 至今下落不明 着实令我等 忧心得很 陆毅还没开口 周四欲便抢着替他打倒 既然话说到此处 陆毅便直接问 听说 是贵邦将修何款 押送至扬州的 不错 是笔邦负责押送 不过银两以清点入苦 交接完毕 说到此处 上官熙伸手 撩开帷帽上的青沙 露出绞好的面容 双目点西般 注视着陆毅 嘴角微微上扬 透着掩不住的傲然 陆经理 不会是在疑心我等吧 见陆毅笑而不语 周四欲生怕两方冲突 连声道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此时 站在陆毅后头的惊吓 总算亏见上官熙的模样 笑嘻嘻地插口赞道 姐姐 你生的这般好模样 还会耍双刀 真是才冒双全 虽然不知道她是谁 上官熙还是吵她飞飞一笑 气氛也为之缓和 尚有帮物在身 是我不能相陪了 她看向陆毅 笑得温婉 希望经理大人早破此案 还我等草民一个清平天下 告辞 利落地转身 她形象渡口 情杀在细语中偏然 陆毅望着她的背影 自然听得出 她语气中的嘲讽之意 她淡淡一笑 眸中看不出任何情绪 微刺了头 去瞧方才添乱的惊吓 而后者早已连蹦带跳 窜回到杨成万的桌旁 桃儿 你也看见那位上官堂主了吧 今下歪着头 透着饭庄的竹窗 无不羡慕地望着 上官戏的背影 叹道 哎 早知道我都不该当什么捕快 也弄个什么堂主当的 真威风 杨成万摇头说 他能单挑江宁董家水镇 你行吗 这么厉害 还真看不出来呢 今下结舌 杨月笑着说 你可以 以德服人 嘘 小爷德才兼备 你不服啊 今下戳杨月妖言 可惜杨月天生不怕羊 怎么戳都是一脸泰然 折射无趣 大羊 你比我强点 谋正神清的 没准人家能看上你 要不 你留在江南 做个肉质女婿 那怎么行 我老婆可不能这么大气派 杨月直摇头 我想要个温柔贤惠 还得能干活 我做饭的时候 他来烧火 嘿 你做饭 他烧火 到时候 我只要坐桌边 等吃就行了 今下连连点头 笑眯了眼 嗯 美得很 美得很 杨月邪剃他 嫌弃地说 这里头怎么还有你啊 见色万一了吧 你娶了媳妇 我还不能上你家 蹭顿饭了 心笑白了他一眼 接着吃包子 羊肉馅的 这馅捣咕得真难 比大羊做的包子强 好 你尝一个 说话间 他的眼睛 不经意掠过竹窗 忽然定住 窗外 与饭桩 隔着薄薄的雨雾 码头上停靠着一艘 颇大的一航船 船头插着乌干帮的 鱼鹰旗 颇为显眼 上官戏就站在山板上 还有个落腮胡的男子 比他高出一头 身材颇魁梧厚实 两个人面对面说着什么 半个包子上叼在嘴里 今下连脚都忘了 摇摇地盯着那个落腮胡 一脸的若有所思 落腮胡子显然 与上官兮十分熟络 或说的一半 竟然伸手把他的围帽摘下来 在手中抛着玩 上官兮不气也不挠 杨月寻着他的目光望去 还项目人家呢 嘘 别吵 今下回过神 嚼了几下包子 双目却仍旧盯着 在上官兮几句话之后 落腮胡子朝 饭桩方向转过来 摇摇望着 下巴微微上台 竟然静止 就朝着这边行过来 我以前觉得 那一身捕快符就够造人恨的 现在发现 锦衣卫的飞鱼符 比咱们孩俩仇恨 大阳 你就不觉得 那满脸胡子的人 特眼熟吗 今下挪挪嘴 杨月眯眼细看 大高个儿落腮胡 有点儿像 京城 东头糕点铺子的大掌案 你什么眼神啊你 今下嫌弃 此时 落腮胡子已经 大步行至梵妆前 静止站到陆毅面前 一气不善的 京城来得紧一位经历是吧 陆毅不答 转头看了周思玉一眼 意思很明白 此人是谁啊 周思玉 却也从未见过此人 一时间张口结舌 不知道该说什么 休何款 我帮可是一文不少的 宋志盈库 献献你们自己丢了银子 难不成想推到我帮头上 落腮胡子气势极盛 连坐在里头的杨成万 都挺快侧身望过来 少帮主 上官兮随后而至 低声道 少帮主不必动怒 他们大概只是旋力万文 别无他意 少帮主 他竟然是乌安邦的少帮主 尖笑不可思议地盯着落腮胡子 陆毅微争片刻 很快恢复如常 微微笑着说 哦 原来是乌安邦的少帮主 实景实景 少来这套 也不喜欢和你们官家打交道 落腮胡似对陆毅 幽谷莫名的怒气 每字每句都像铁锤杂石上 硬邦邦的 陆毅点上不见丝毫气恼 温和地问 既然不喜欢与官家打交道 温和药体 周贤乙 押送修合款呢 爷的婶 用得着向你们交代吗 落腮胡子嚷嚷道 失足忙横模样 少帮主 尚官兮显然不愿意 他和官家起冲突 又须给少帮主颜面 陆经理出来乍道 想必有些误会 此事 稍后我会请赵通盘 他话未说完 落腮胡将大手一挡 制止他再说下去 又粗又黑的眉毛高高挑起 他都闯到咱们地头上来了 还叫误会啊 真是误会 误会 周四与梁邦解释 我们原是去乱葬岗 看茶失手 因过了饭点 就进过来用饭的 落腮胡确实全然没把周四与 放在眼中 只死盯着陆毅一忍 只怕是假借用饭之名 实则想查探我帮帮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 周四与急得舌头都快打结了 这事 这事都怪我 他不明白这位少帮主 究竟是打哪冒出来的 又为何偏要和他们过不去 眼看周围帮主 越为越多 只怕是想到 安然脱身都不易 商关系也不明白 为何非要和陆毅过不去 他是少帮主 当众不好博他的面子 他秀眉贫起 蔓延道 少帮主 李子在咱们这边 有什么误会 进屋去煮壶茶 不愁说不清楚 哼 我跟你有交情吗 和不下 乐腮胡干脆的 直盯着陆毅 这事怎么了 你痛快给句话 陆毅淡淡地说 少帮主想听什么话 爷想听什么 你就说什么吗 乐腮胡眉毛挑得高高的 眼中满是嘲怒 我让你叫两声 给爷听鼎 愿意吗 老四 上官熙终于出言喝住的 毕竟得罪锦衣 为不是好玩的 更何况是陆毅 与此同时 杨成万 一却一拐地 自饭庄中走出来 一直走到 乐腮胡跟前 脸上带着 温和的笑意 上上下下地 打量着他 你是小小宝 乐腮胡呆愣住 莫名其妙地 盯着眼前的老头 你小时候啊 长得像你娘 险下留着胡子 都和你爹像得很 杨成万笑着 你爹爹身子骨还好吗 乐腮胡 及谢白礼的儿子谢霄 一头雾水地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我长得像我娘啊 前辈 您是 上官系也忍不住问 杨成万闷言地说 我姓杨 你爹还是飙尸的时候 就认得他 你们大概 已经不记得我了 你是杨叔 替爹爹找回 御佛的杨叔吧 谢霄再看杨成万的腿 恍然大悟 郑重势力 请叔侄儿势力 我记得爹爹 曾经带我去京城 拜望过您 小时候常听爹说起 当年多亏了您 否则爹爹性命不保 杨叔 请受小侄一拜 得深为少帮主 这一拜不要紧 连着旁边的上官系 还有周遭的帮众 全都齐刷刷地朝杨成万势力 路易在心中默默思量 不知那玉佛是何事故 杨成万又是如何救了谢白礼 使得谢霄竟会如此对他尊敬 此事是在杨成万 任锦衣卫时候的事 还是他入了六扇门之后的事 扬州城内官邑 后厨 一朵朵玉兰花 枝子花 还有玉簪花 花瓣被一片一片撕下来 锅上调了干草水的面糊 放入油中微炸 最后至于竹盘中 是一道清香沁鼻 酥脆可口的小点 另一边炉子上的明前茶 也已煮好 咕嘟咕嘟冒着鱼盐水泡 杨月取了托盘 将茶会与小点放入 端到官邑后院 后院亭中 路易正在看杨成万 刚刚写完的厌世歌目 杨成万坐在旁伺候着 而今下在旁 自顾摆弄着那个 捡回来的香囊 拿了柄小刀 将香囊的线挑开 将它从里到外翻了个朝天 她闻到香味一跃而起 看盘中金灿灿的 喜得说 哇 这么快就做好了 爹爹 经理大人请用 杨月边说边踹了一脚惊吓 小严 烧火都找不着你人 快倒茶 哼 莫忘了 这些花一多半 是我帮着你采的 今下回踹过去 这才帮着他给猪人侦查 他们自成交回来的路上 杨月见 鹿两边开了好些花 娇嫩白皙 芬芳沁人 便拖着今下摘了许多 回来做苏扎小点 鹿一看碧艳师阁目 举快尝了一片 嗯 入口酥脆 西角则满口余香 微笑着说 令郎好心思 前辈好服气啊 杨成万接过今下 递过来的茶种 圈子就好这些 不务正业的事 让大人见笑了 笑儿 说说香囊吧 有线索了吗 啊啊啊 今下眼巴巴地看了眼 苏闸花瓣 只得副作下来 拿起香囊正色道 这香囊 针脚细米 针法用到平锈 彩锈 雕锈 其中以雕锈难度最大 也最别致 其人必定是精鱼女工 拆开来后呢 内中除了兰花瓣 还有这个 一小女用红线 细细绕好的青丝 粘在她的指尖 上面所用的发油 加了青带 有染发之小 这位姑娘 我是说 九成是个姑娘家 她炖了馅儿 颇有些惆怅之意 恐怕是有样在身 又不愿别人看出来 至于这面料吗 是丁娘子布 本就出自江南 不稀奇的 这香囊 会不会是旁人遗落的 杨月文 只不过正巧被我们捡到 从色泽上看呢 香囊埋入土中 不会超过五日 若是之前也下过雨的话 就不会超过三日了 而周贤已是在七日前下葬的 更何况 周贤已身上所穿的中衣 恰好也是偶褐色 丁娘子布 真将我看了 和这香囊 出自同一人之手 惊下歪着头 多赞了一句 这姑娘的绣工 真是不错呢 衣裳做得也好 说不定 长得也不错 杨月自引了口茶 所以周贤已 故意不带家卷 杨承曼吩咐道 你们多留意着 一定要找出此人 与周贤已 关系如此亲近 在身上 应该会有线索 知道了 接下芒不迭地硬了 举快去家苏炸花瓣 连丢了好几半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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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半入口